全球华人亲人们,你今天过得好吗? 今天是2022年1月9号,星期六 我是来自中国山东的老胡 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项女文豪 今天我将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加拿大的基本概况 现在看到的这是加拿大的版图 加拿大的国名因为是看拿大 它的面积大概是998万平方公里 距世界第二位 其中陆地面积大约为909万平方公里 淡水面积覆盖大概是89万平方公里 它的人口大概为3813万 这个数字是截止到去年的6月份为止 主要人口为英、法等欧洲后裔 土著居民约债3% 其余为亚洲、拉美、非洲等 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 居民中信奉天主教的约债45% 信奉基督教的约债36% 加拿大的首都是沃塞华 它递出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的加地诺市 以及周边的城镇 人口大约为132.4万 面积大约为4715平方公里 年平均最高气温为15度到26度 这个温度出现在6月份 最低气温为16度到零下6度 大概是每年的1月份 加拿大的国家元首 英国女王伊丽莎外二世 由女王任命的总督代行之前 总督由总理提名 女王任命 现任总督玛丽西蒙 他是2021年7月9日 加拿大的重要节日 是加拿大的国情日 每年为7月1号 下面看一下加拿大的简况 加拿大 位于北美洲 北部 东林大西洋 西林太平洋 西北部 相邻于美国阿拉斯加州 南接美国本土 北靠北冰洋 海岸线长约24万公里 东部的气温稍微低一些 南部气候适中 西部气候 温和湿运 北部 为寒苦太原气候 中部 中西部 最高气温 可达40度以上 北部的最低气温 可达零下60多度 加拿大 加拿大 原为印第安人 与 因 纽特人 居住地 17世纪 沦为 法国的殖民地 后 被割让给英国 1867年7月1日 英国 将 加拿大省 西部 布伦克省和 新斯科尔沙省 并合为联邦 成为英国最早的自治领 此后 其他省也陆续加入联邦 1926年 加获得了外交上的独立 1931年 加拿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其议会也获得同英国议会平等的立法权 但仍无修宪权 1982年 英国女王签署 加拿大宪法法案 加议会和 独立立宪修宪的全部权利 关于加拿大的宪法 至今 仍然没有一部完整的宪法 主要由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的宪法法案构成 其中包括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的 布列颠北美法案 有关法案规定 加拿大实行联邦议会制 随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 总督为英国女王在加拿大的代表 英语和法语均为官方语言 宪法宗志为和平 秩序和良政 政治 1867年建立联邦以来 基本上由自由党和保守党 轮流执政 1993年 自由党在联邦大选中获胜 让克雷蒂安就任总理 1997年和2000年大选中 自由党连续获胜 蝉联邦之政 2003年12月 克雷蒂安宣布退休 炮 马丁 继任总理 2004年 加拿大举行大选 自由党再次获胜 马丁 联邦总理 2006年 保守党在大选中 战胜自由党上台 由该党领袖 斯蒂芬哈勃 担任总理 2008年10月 2011年5月 保守党两次赢得大选 哈勃连任总理 2015年 自由党以较大有势赢得大选 该党流星 加斯汀特鲁多出任总理 2019年10月 特鲁多率领自由党 赢得第43届大选 并连任总理 2021年8月15日 特鲁多宣布解散议会 9月20日提前举行第44届大选 但大选的结果仍然是自由党获胜 特鲁多继续担任总理 议会 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 由总督签署后成为法律 总督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 参议院共计105系 名额按各省人口比例和历史惯例分配 参议员由总理提名 总督任命75岁退休 现任参议长为焦治佛瑞 2015年12月9日 众议院总共338系 众议院由按各省人口比例划分的联邦选区 直接选举产生 任期大约为4年 2019年10月21日 加拿大举行第43届联邦大选 自由党获胜 但未能获得 众议院过半的一席 组成少数党政府 在44届选举中 自由党同样获胜 也没有获得过半的一席 仍然为组成了少数党政府 加拿大政府是内阁制 由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 出任总理并组成内阁 本届自由党政府 为2021年就职 现任内阁成员主要是 总理加斯廷托鲁多 行政区划分 加拿大全国总共分为 10个省和3个地区 10个省为布列店哥伦比亚 阿尔伯特 萨斯克通 曼尼托巴 安大利尔 魁北克 新布伦克 新斯克什 爱德华王子岛 纽芬兰 和拉布拉多 三个地区为 玉空地区 西北地区 努诺伍特 各省是省都 省长 省议长 和省内阁 地区也是相应的职位和机构 司法机构 联邦 省和地市 三级法院 联邦法院一般受理财务 海事和有关经济方面的案件 最高法院由一名大法官和八名陪审员组成 主要仲裁 联邦和各省上诉的重大政治 法律有关宪法问题以重大民事和刑事案件 最高法院裁决为终身裁决 司法部长 是戴维 拉布地 于2019年1月就任 各省设有省高等法院和省法院 主要审理刑事案件 及其他与该省有关的重要案件 但也无一些省级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地方法院一般审理民事案件 政党 第一大党为自由党 也就是Liberty Party 它现在是执政党 自由党1873年成立 代表工业垄断资本集团利益 并兼顾中小企业利益 现在自由党的领袖为加斯汀特鲁多 是前宗理皮尔特鲁多的长子 第二大党是保守党 是Conservative Party 它现在是反对党 是右翼的政党 有联邦政党和进步保守党 于2003年于12月合并而成 代表银行保险业 铁路运输业 能源工业垄断资本 和大动商主力 领袖和Ellen Tart 是2020年8月大选 新民主党是New Democratic Party 它现在也是反对党 是1961年由平民合作联盟与加拿大劳工大会合并而成 属于社会民主党性质 代表中下劳动阶层利益 主张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以弥补市场缺陷 领袖为加密格新格 魁贝克集团 是反对党 是成立于1991年 代表魁贝克人的利益 加拿大的重要人物 Mary Simon 她是总督 女的 1947年8月升立 加拿大的魁贝克省 上个世纪70年代曾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担任广播员 1994年至2003年 担任加拿大首位基地事务大使 1999年至2001年 任加拿大驻丹麦大使 2016年被任命为 加政府原住民与北方事务部 北极问题特别代表 2021年7月就任加拿大第30任总督 2008年首次当选为联邦众议院 2001年 联选连任 2013年4月 当选为加拿大 自由党领袖 2015年10月 率自由党 赢得大选 并以11月就任加拿大第23届总理 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率加拿大 再次赢得 大选 2021年同样赢得大选 并连任总理 加拿大的经济情况 加拿大是西方七大工业国家之一 制造业 高科技产业 服务业发达 资源工业 初级制造业和奴业 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 加拿大以贸易立国 对外贸易主要依赖较大 经济上受美国影响比较深 2020年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GDP大概是1.99万亿加盐 人经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是5万加盐 GDP增长率是负的5.4% 目前的失业率 在2021年2月大概是8.2% 资源 地域辽阔 森林和矿产资源丰富 矿产有60多种 主要的矿产有甲 油 乌 隔 镍 铅 铅等 原油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和沙特 距世界第三 其中 97% 以油沙形式存在 以探明的油沙原油催储量为 1732亿桶 占全球探明油沙储量的81% 森林面积大概是4亿多公顷 据世界第三 仅次于俄罗斯和巴西 坦材林面积大约为286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的44%和29% 木材总蓄极量约为190亿立方米 境内约89万平方公里为淡水覆盖 可持续性淡水资源占世界的7% 工业情况 2020年加拿大制作业总产值额1790亿加元 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 从业人员大约为173万 占全国就业人口的9% 建筑业总产值为1368亿加元 要占国内总产值的6.9% 从业人员大概为144万 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 旅游业 2020年前三季旅游业产值为175亿加元 主要旅游城市有文革华 沃泰华 多林多 蒙特利尔 魁北克等 奴墓业 2020年 奴林渔业总产值为454亿加元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 主要产品有小麦、大麦、亚麻、燕麦、油菜籽、玉米、饲料用草等作物 可耕地面积 要占国土面积的16% 其中 以耕地面积约6800万公顷 占国土面积的7.4% 加拿大渔业发达 75%的鱼产品共出口 是世界上最大的鱼产品出口国之一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发达 水、陆、空运输均十分便利 人均交通占有量 距世界前列 2020年运输业总产值为720亿加元 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 具体情况下 铁路总长要7.22万公里 公路总长约140.89万公里 横贯加拿大的范加高速公路 从太平洋东岸的维多利亚市 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西岸的 孙腰汉斯市 全长约7821公里 是全世界最长的国家级高速公路 水印 圣劳人斯运河市 深水航道全长约3769公里 是世界最长的运河 传播通航可从大西洋 滴五大湖水系 全家共有25个大型深水港 和650个小型港口 温哥华港是其中最大的港口 空运 主要的机场是 多伦多的皮尔森机场 温哥华机场 卡尔加里机场 还有蒙特利尔等国际机场 财政金融 2015年11月 托鲁多就任总理后 提出 加拿大政府之初 通过赤字财政 刺激经济增长 2019年3月 加财长莫诺公布 2019到2020年 财政年度预算案 该财政年度预算 赤字为198亿加元 受新冠肺炎的影响 加政府 推迟发布了2020到2021年 财政赤字预算 2021年4月 加众议院 表决通过了 2021年联邦 财政预算案 推出了总额为 1014亿加元 为期为3年的 经济刺激计划 截至2019年12月 加拿大的外户储备为 870亿加元 美元 加政府 自2016年3月7日 不再储备黄金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加拿大联邦总债务要 9739亿加元 加拿大的主要银行有 一是加拿大皇家银行 Royal Bank of Canada 成立于1864年 是最大的民营银行 截至2020年 年的总值约 10873.04亿美元 加拿大帝国银行 CRBC 由加拿大商业银行 1867年成立 与加拿大帝国银行 1875年成立 于1961年合并而成 截至2019年 总资产约 6516亿加元 蒙特利尔银行 BMO 成立于1817年 截至2020年底 总资产约 6484.52亿美元 教育 联邦政府 不设专门机构 教育管理权 依旧归属于省级政府 各省教育经费 基本上考自筹 联邦政府也提供一定的资助 普及中小学教育 中文学府有 女王大学 麦吉尔大学 多伦多大学 布列迪安 哥伦比亚大学 拉瓦尔大学 阿尔伯特大学等 新闻出版 加拿大主流媒体 主要有 一社 加拿大通讯社 两报 环球优报和国家优报 三台 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 加拿大电视台 环球电视台 此外 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方新报 大报 如多伦多新报 蒙特利尔日报 沃泰华公民报 和魁贝克新闻报等 加拿大通讯社成立于 1917年 是加拿大最大的通讯社 总部设在多伦多 在加拿大 13个城市和美国华盛顿 社友分社 美联社和路透社 与该社都有合作关系 是其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 加拿大广播公司 是唯一的国有传媒企业 成立于1936年 初期仅制作广播节目 1952年开始制作电视节目 该公司拥有英法两套 电视网和英法原住民语言 和国际台四套广播 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人口 帕斯策新闻网成立于2010年 它是收购了破产的 加息环球通讯公司的 报纸业务后 成为最大的收费网站 好的 这就是加拿大的基美概括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